蒜苔怎么炒才好吃? 今天给大家分享非常美味的家常做法 话不多说,我们现在开始制作! 首先把蒜苔放到洗菜盆里 倒入适量的清水浸泡十来分钟 蒜苔这样处理,可以有效去除表面的灰尘和残留物 清洗更干净,吃起来更放心 清洗干净的蒜苔把它切成均匀的段 切好之后先装到盘子里备用 5块钱腊肉先提前蒸15分钟左右 蒸好的腊肉,晶莹剔透,香气四溢,切起来也更加方便 接着要把腊肉切成薄片,尽量切得薄均匀,吃起来更有口感 腊肉切好之后也是先把它安装到盘子里 接下来起锅下油 油热后倒用些许姜蒜苔,翻炒几下爆出香味来 姜蒜苔除味后把腊肉倒进去 快速翻炒,把它们翻炒入味 炒个10来20秒把蒜苔也倒进去 继续开大火翻炒,将它们炒散炒均匀 翻炒的过程中如果觉得锅太干了,可以加适量的清水调和一下 继续用大火翻炒,把它们的香味给炒出来 炒个一分钟左右,蒜苔差不多炒熟了 加小半勺酱油提鲜蒸香 切记不要再加盐了,腊肉本身有盐分,再加盐就变咸了 将它们翻炒均匀后,一道香喷喷的蒜苔炒腊肉就做好了 是不是非常简单?蒜苔炒腊肉这样做实在是太好吃了 喜欢的朋友赶紧收藏起来学习吧 好了,今天的视频就先分享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的观看,关注我,下期更精彩 下期再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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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下期再见